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 八名中国走线移民,丧生墨西哥南部海滩 遇难者遗体,至今仍未被认离 这是公众所知的,首宗中国走线人在墨西哥的海难事故 他们是谁,为何选择水路,铤而走线 端传媒独家报道,揭开惨案背后 当地盘根错节的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华人在其中的深度参与 同时,听走线水路幸存者讲述在死亡飞艇上九死一生的经历 今天是4月26日,星期五 我是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贝梦 我现在住在墨西哥,主要在进行个人的长期计时项目 贝梦,您最近参与报道了一起中国走线人葬身墨西哥海岸的事件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吗? 在不久前的3月29号呢,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东部海岸发生了一起海难 一艘在有中国偷渡客的船只发生了沉船,造成至少8名中国人遇难 当中有7名女性和1名男性 据我采访中所了解到的情况,这其事件只有一名幸存者 这艘船是从墨西哥南部的一座小城塔巴丘拉出发的 这座小城与邻国威地马拉接壤 他的东地地是瓦哈卡州 其实这条路线基本上是中国的非法移民 也就是俗称的走线客前往美墨边境的必经之地 可是不幸的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传难就发生了 那据你了解,那名幸存者目前怎么样? 这一名幸存者他叫做黄中景,今年是50岁,福建人 在这次调查中,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当地的记者何赛 何赛当时是有和黄中景有一些简单的对话 通过手机上面的翻译软件 所以就是我从何赛那边了解到 在传难发生的时候,黄中景是利用了一个行李箱的福利生存了下来 所以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 何赛说他看到的黄中景,整个人的状态是木讷无助的 然后还在哭泣 这次遇难的乘客中因为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他是他们一家三口之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地的检方也告诉我,黄中景现在正在接受墨西哥移民局的证人保护 配合事件调查 目前他仍然是滞留在瓦哈卡州的 还有另外一名不愿聚名的当地记者通过经验判断告诉我 接下来他的动向还不太确定 他有可能会被前送回中国 那个他拼命逃离的地方 那八位遇难者的遗体还在等待归还中国 这一期海难在当地有引发怎么样的讨论吗 我先说一下背景吧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从几年前开始 其实就有更多不同族裔的移民 会从瓦哈卡东部沿海地带海难发生的地段经过了 每天大概会有800到1000人左右 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水路抵达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越来越多不幸的事故发生 因为很多人走这条水路的时候 是没有良好的救生措施的 所以意外的死亡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么对于墨西哥当地人来说 这起海难事故受到如此众多的国际媒体的关注 其实反而让他们感到吃惊 几位墨西哥本国的记者和证件人士都告诉我 如果是其他中南美洲移民出世 当地老百姓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甚至连这些国家 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官员都不会前往提供协助 一位记者告诉我 这条水路是很危险的 因为那片海域是强风地带 尤其是小型船只很容易翻覆 更不用说在缺乏救生设备的情况下 意外是很容易发生的 事实上在这起海难发生前仅仅一个月 就曾发生过另外一起事件 当时只是没有人员死亡报告 既然这条水路这么容易出事 为什么走线坑还是会走这条路呢 这里我先说一下这条水路 在整个走线中的位置吧 一般来说中国的非法移民的走线 在美洲部分的路线会从南美的厄瓜多尔开始 因为厄瓜多尔对中国是免签的 一些走线客会从其他国家先飞到厄瓜多尔 接着一路往北 穿过哥伦比亚 巴拿马 威迪玛拉 墨西哥等国最终目的地是进入美国申请庇护 那目前关于走线的相关消息中最常被人讲述的 也最知名的一段路就是穿越连接哥伦比亚和巴拿马 达连峡谷这一段全长97公里的雨林 但其实整个从厄瓜多尔到美墨边境 这个走线路程的全程都很凶险 除了有像是达连峡谷这一段危险的雨林之外 其他的还包括是有黑帮抢劫啊 中介欺诈 突发疾病 或者性虐待等等 有很多的危险元素在里面 在墨西哥境内 从边境绕过恰帕四周 诸多检查站的这段水路 其实也是凶险万分 甚至被称为是新的雨林 却鲜少被人提及 那水路是大家唯一的选择吗 这次船案发船的地点是在塔帕丘拉 它是威地马拉和墨西哥的边境城市 那么如果走线客想离开塔帕丘拉再往北走 其实他们就是主要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走陆路 一个是走水路 走陆路的风险是在于会遇上有许多移民的检查站 那么要走出这一段路大概300多公里的路途 一旦遇上检查 没有证件就会被往南遣送 这样来来回回许多次 费时费钱费力 还不一定走得出去 虽然走水路是可以避开检查站 但是很明显 人们都得冒着非常大的生命风险 毕竟海上的条件变化莫测 走线本来就是困难重重的一个路程 那么这次遇难的人 正好就是走上这一条 被其他走线客称为死亡飞艇的水路 为什么墨西哥在中国走线客的路途中 会是这么大的一个难关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其实在走些路途中 墨西哥的路程是最漫长的 从南到北总长有4000公里 近几年来 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 创下历史新高 而其中包括大量的墨西哥人 这样就让这个国家成为 美国非法移民议题中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以及美国打击非法移民的实际执行者 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 墨西哥当局在境内 尤其是恰帕斯州新增了检查站 严查偷渡客 换句话说 过去美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这个压力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往南移了 就让偷渡客在墨西哥里面的这段路途变得非常艰难 嗯 对 贝梦 这一起海南事件 接下来会怎样影响到其他走线客吗 是 这起海南发生之后 在各个走线群和海外中文社交媒体上 我有看到非常多的讨论 许多这一两年有类似经历或计划的人 表达了感同身受 也有人提出更安全的偷渡路线 规劝后人避开恰帕斯州的这一段路途 这个星期我从瓦哈卡检方那边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是 对于这起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船夫的抓捕 到目前是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 至于近期是否仍然会有把分子指挥船夫继续铤而走险 趁夜行船 或者是否仍有偷渡客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放手一搏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推断的是 随着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在新一届美国政府进行移民政策调整之前 这一论来自中国的移民潮不会停歇 谢谢贝蒙 谢谢露露 稍后我们的特约证稿人冯兆英 会带我们认识走过水路并幸存下来的走线客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亲身经历 我是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冯兆英 目前是独立记者和纪录片工作者 我很关注中国在海外的议题 特别是中国人移民外国这个事情 走线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赵英在这次走线客海难的独家报道中 你采访了好几名曾经路过塔帕丘拉的中国走线客 他们是怎么形容这一段旅程的呢 是的 我这次采访了三个中国走线人 走线的这个群体把塔帕丘拉形容是铁桶 因为偷渡客往往难以离开这里 从塔帕丘拉出发 就有一条路路北上 路上有很多个警方的检查站 一旦这些偷渡客被发现 就会被逮捕或者遣送回塔帕丘拉 所以走线人都会称这为挂壁 就像是挂在墙上一样走不出去了 这次我采访的三个走线人 他们分别根据自己当时掌握的情况 在塔帕丘拉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其中有两个人走了路路 分别是坐小巴还有包车 还有一个人呢 则是通过跟这次事故相同的这条水路 离开塔帕丘拉的 他告诉我说 这条水路被走线人称为死亡飞艇 现在回忆起来 他还是心有余悸 他一直反复对我说 真的是太危险了 我之后也有人死亡 然后今年还有人死亡 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名中国走线客吗 他经历了什么 他叫做Sam 今年44岁 河南人 他是在去年2月走上这条水路的 他跟我说 他去年走上这条水路之前 就已经在走线客的群组里面 听说过有人在途中死亡了 很多人死掉 很多人都死掉 不是这一个 这个过是比较集中一点 我问他 当时是怎么听说有这么一条路的 他跟我说 也是从走线群组里面得知 塔帕丘拉市中心的华人中餐馆老板 能够为他安排坐快艇离开 换句话说 这些中餐馆的华人老板 其实也是涉及人口贩运的舌头 那他走水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他经历了什么呢 他告诉我说 为了去躲避海警 他跟同行人是在天黑之后 上船出发的 当时大概有20个中国人 全部挤在一艘简陋的快艇上面 甚至连把腿伸直的空间都没有 他说那一晚真的是 九死一生 一方面是因为海浪非常大 风高浪几 我以前让他那个船是先飞起来 然后再落下去 飞起来再落下去 飞得很高 再落下去的时候 那感觉就是你体内的五三六幅 往下面拉 那个力度有多大 我都感觉像打航一样 像那个打地基硬的航一样 就是人的内脏都根本受不了 我当时在船中间坐 船中间坐是所有船里面最安心的地方 因为他从落下来再下来的时候 那一下中间的墙里面说 他真的力度最小 然后有人在船尾坐 船尾的力度最大 打过来以后 醒不住 那个人一直在叫 在叫说受不了了 Sam说 有一个坐在船尾的人 就一直在叫说受不了了 身体要散架了 于是他就跟这个人 讲换位置 撑了两个小时 他说他快死掉了 我说你过来 我帮你顶一会儿 我去帮他顶了一会儿 帮他顶了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也顶不住了 我认为我的意识力不够坚强 我的意识力很坚强 我认为我个人的意识力很坚强 但我到你 我顶两个小时 我顶不住了 我说我不想这样子了 我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另一方面 在夜间海上非常冷 当时我在船上就想 我会游泳 但是如果发生海上 我肯定死掉了 因为太冷了 会失温而死 冻腹太冷了好吧 我们带着都有 都有这个救生衣 我想如果有救生衣 在船上飞到海里面 活的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太冷了 你当时有穿着救生衣吗 有 我们强烈要求要救生衣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有人死掉了 我们就要要求要救生衣 但是我看完以后 真正在那个 船上走过程中 我感觉就即使有救生衣 你要出问题 我问他 熬过一晚到达海岸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说实在太痛苦了 他一分一秒都不想再待在船上 一路上他就只能默默祈祷 能够平安靠岸 在清晨天刚开始蒙蒙亮的时候 船终于要靠岸了 Sam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说他印象很深刻 当时眼前出现一个海天一色的美景 各种各样的大鸟在天上飞着 在地上落着 这个心里很好 这个心里很好 就终于看到了 快到岸的风景很漂亮 非常漂亮 海天一色 海天水一色的 然后上面很多很多大鸟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鸟 就像那个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 那个景象 马上就养到我眼里 我说 也可能那个少年派那个导演 在这海边上摆骨 要不是不会这么好的景象 有个很相像 在那个时候 Sam也像电影里面的少年一样 刚刚才在大海当中逃过一劫 他说这个景色 对他来说就像天堂一样 真的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但他这么危险的话 他当时从来没有考虑过去走路路吗 在这个问题上面 Sam一直跟我重复一句话 就是没办法 Sam跟我说 当时塔帕丘拉滞留了很多的移民 有的人会用摩托车硬闯路路关卡 但是被抓了 他看到很多网上的走线群组的通报说 路路不好走 他才选择的水路 那至于水路的情况 他都是通过中餐馆老板获取信息 作为我来说 我不会去外责这些中餐馆的老板们 因为他也是在帮人 这个脱离独裁同志 我不让他们再做坏事 但是你说天灾人祸 没办法 所有人必须得介绍这个 罪不在他们身上 我take the list 我去接受这个风险 因为你是投难的 你是奔向自由的好吧 但是不可能你睡一觉 你就到美国了 不可能的好吧 所以Sam走水路 捡活了一条命 在那之后一直到美国的这一路上 他都还顺利吗 他乘船抵达瓦哈卡州之后 在往美国的路上也不是一路坦途 他有两次被墨西哥的移民局 还有警察逮捕 坐了几天的移民间 出狱之后当局会开车 把他跟其他移民往南送 不过在被释放之后 Sam又继续北上前往美国 不过他说相对于那天晚上水路的风险 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他整个走线的旅程花了40天左右 最后总算顺利到达了美国 赵英英除了采访走水路的走线课外 你还采访了走陆路的对吧 是的 走陆路的这位受访者叫做肖崇浩 你好肖先生 哈喽 能听见吗 34岁 广东人 可以听到 谢谢你 特别感谢 在海难发生之后 我看到肖崇浩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连串的推文 劝中国的走线课 不要走水路 跟Sam一样 肖崇浩也是去年途经塔帕丘拉 到了这里之后呢 他和妻子因为想念家乡的一碗云吞面 就走进了一家塔帕丘拉的中餐馆 我们从Google地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塔帕丘拉的市中心 至少有八九家中餐馆 肖崇浩说 他到了这家餐馆之后 华人老板就开始主动询问他 是不是要到美国去 肖崇浩就猜测说 这些中餐馆的老板 他表面上是在运营餐馆 但其实他也在做舌头的生意 只是有一个合法的餐馆生意来做掩护 这种舌头 他本身就是舌头 他只是说 他有一个合法生意在那里做庇护 他们是已经在墨西哥很多年的华人了 有很多年了 有一些我见过的 就是我们只是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去 跟他们打听消息的 我们只是想吃一碗云吞面 他们就会 有人就会说 你们从哪里来的 都没有见过 我们从广东来的 他说广东来的 那这里吃的也就这样了 对吧 这里吃的也就这样了 没有办法像在广东吃的 那么 这么好 你们来这里是旅游的吗 来了多久啊 他就 也是这样 套进屋 你要让你 放松警惕 所以餐厅老管就是来确认一下 他们是不是走线课 是的 萧崇浩遇到的这个中餐馆老板 就开始向他推销水路 去搭快艇 暗示路路不安全 一模一样的 他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去不去了 就现在这个管控特别严格 到处都封死了 对 我跟他说 我妻子已经怀孕 六个月了 我没有办法 走这样的线路 他们说 哎呀 别人都走了 也没事啊 怕什么 对吧 他就说现在 你在这里 你不花个四五千 五六千美金 你根本就出不去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他说美国这边 对墨西哥 这种巡查的 非常的严格 抓住了 都要关到监狱里面去 然后无限的轮回 他们走线课 有一个词语啊 就是叫挂兵 你这个人就挂在这里 晾在这里了 你就出不去了 你也没什么活路 也死不掉 就这种说法 但萧崇浩 他的直觉是 水路可能也不一定安全 于是他就跟当地的人打听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以离开塔帕丘拉 那他有接触到一些 在当地帮移民 申请难民身份的律师 这个律师就告诉萧崇浩 其实经营水路的人蛇集团 是由当地的黑帮控制的 用水路从塔帕丘拉 北上到瓦哈卡州等地 收费是每个人 100到180美金 那萧崇浩是对我说 他遇到的中餐馆老板 跟他开架是一个人 300到500美金 可见其中有抽成的水分 所以萧崇浩最后决定走 陆路北上 是的 他就是搭小巴 一段一段地坐车 很耐心地最终 终于走出了塔帕丘拉 他也是试了两次 第一次他被移民局的人发现 被送回来了 第二次才最终成功 第二次他使用了一个 很特殊的方式 就是他发现 搭乘这些小巴车的 大多都是当地人 所以他会用西班牙语 跟同行的人聊天 先打听一下 哪里会有检查站 在检查站之前 他就先下车 然后改坐摩托车 或者是走小路 去绕开这些检查站 你可以看到路上 有很多的行人 就是拉兵役的很多的人 他们都这样走的 你就只需要跟着 零零三上的一些人 跟他们走就行了 事实上 坐小巴走陆路 也是拉美伊的移民 前往美国的主要方式 其实中国走线人 跟他们相比 更加有经济能力 才会选择快艇 包车 甚至是坐飞机的方式 那他这一次看到 海南的新闻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看到这次的新闻之后 小宠浩就在社交媒体上 公开警告 其他的走线人 千万不要走 塔帕丘拉这趟的水路 我是 我那个时候 我还跟我朋友去聊一下 他说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 的话就写一写吧 因为这个东西 讲你自己的经历 有些人 他能够读得到 那是他信任 他说他很能理解 很多中国人 到了塔帕丘拉 看不到出路 心急如焚的感觉 但他希望更多人知道 要离开这里 不光有水路 这个选项 他认为 即使是走了陆路 会被移民局的人 或者是警察 发现往回送 也至少比水路 承担的风险 稍微低一点 其实离开塔帕丘拉之后 他在墨西哥 也遭遇了黑帮的绑架 勒索 被囚禁了好几天之后 才私立逃生 现在想起来 他也依然是心有余悸 赵英 有人到救援组织 观察到说 在近几年 墨西哥当局 在发现偷渡者后 并不会把他们 遣返出国 而是把他们往南送 对吗 是的 刚刚我们也聊到说 走线人Sam 在墨西哥 有相似的经历 就是偷渡者 在墨西哥南北折返 就像你玩桌游的时候 抽到一个后退卡 不停地轮回 往前往后 其实原因是因为 这几年来 美国向墨西哥 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要求墨西哥 协助打击 前往美国的 这个非法移民 那墨西哥当局 因此就在境内 新设了很多检查站 严查偷渡客 除了这个之外呢 Sam跟小宠浩都跟我说 在墨西哥 黑白两道 都会剥削移民 他们两个都曾经被 警察 移民局 以及当地的黑帮 敲诈勒索 然后他们都说 这是他们走线路过 最危险的一个国家 那我看了一下 一些统计的数字 确实 墨西哥跟美国边境 是全球移民 路上路径当中 死亡人数最高的 在2022年 就有接近700名移民 在这个美墨边境区域 死亡或者失踪 这一起我们报道的 走线人在墨西哥 海难身亡的事件 不仅是揭开了 墨西哥南部 塔帕丘拉 错终复杂的人口 贩运网络的一角 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 墨西哥对于 走线赋美的移民来说 潜藏了很大的风险 谢谢赵英 谢谢露露 本期节目由您会主持 陈雅制作HY编辑 剪辑于声音设计 江河媒体工作室 王博维 孙盛峰 李白 欢迎你在YouTube收听端文 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 随时发版您的想法 参与讨论 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Spotify 为我们评分 如果你喜欢端文 欢迎你成为 端传媒的订阅会员 支持华文世界 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 与多元声音 同时 也欢迎你追踪 端传媒的社媒平台 掌握更多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 有价值的新闻 与我们精力连接 在节目资讯栏位 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 下周三 5月1日 因为劳动节的缘故 端文将修播一次 下一次端文将会在5月3日发布 敬请收听 我是宁慧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